没事,5G三胜,5G三胜,看下一个吧,还有呢 像这种核心坏的,只能先给它装起来了 看卡组怎么说 大部分都是忌毁啊,小部分可能要换核心 下面再来看一张技嘉的20系列的显卡,RTX2080 这张卡是绝对的一手自用卡 它不是闲鱼读卡的,也没有自己折腾过水冷 就是某一次自己不小心带电插拔了DP线 然后就坏了 这里被修过啊,这里少了个芯片 卡组好像是说过,在附近修了一下 没修好,也没说哪里坏了 我想的应该是小问题吧 先给它拆开来看一下 整张显卡也是非常的干净啊 除了那一个烧焦的芯片以外 没有看到哪里还有烧焦的痕迹了 就这个位置,少了一个MOS管 这个管子应该是12伏的中继作用 这边有一个电杆短路了 这个是12伏供电的,对立组织很低,只有90左右 其他的几个都是400多 有一路12伏短路了 看来应该是烧了一个MOS管吧 核心供电的组织是正常的 显存也没有短路,非常棒 PX也都OK 1.8,1,1.8,1,1.8 这,这不好吧 1.8短路 来来回回车了两遍,都是1.8短路 我去,我怎么感觉又要翻车了呀 说别人改水冷,读卡翻车导致1.8幅短路也就算了 怎么你一个插一下DP口就给烧了呢 插一下DP口1.8幅就短路了 不过也有可能,因为它的DP信号也是直达核心的 如果身上带有静电的话,是很容易一波带走 还是老规矩,先来烧机看看 还是一样的配方,还是一样的味道 晶体发热 晶体的左下角发热了 好吧 这一波,这一波又是核心被带走 这个卡只能说是很倒霉了 带电插了一下DP线 然后就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是2080的核心 这个核心好像也没有 除非有料板可以拆 是美光的8系列的显存 也是比较容易坏的那种 没想到这个核心居然还走在了显存的前面 我想了一下,可能是技嘉的问题吧 OK,那我又找出来一个华硕的3080Ti显卡 说是自己瞎搞 开着电脑拿望运表测风扇的时候 不小心动出一点火花,立马黑屏 再次开机就再也点不亮了 又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上电视了一下 和第一张技嘉的卡情况差不多 也是风扇狂撞不愣卡 表面上并没有看到明显的烧焦痕迹 之前我说了 它的风扇信号是直达核心的 我估摸着估计也是跟第二张技嘉的卡情况一样了 先测一下短路吧 找一下它的1.8V电感 也是在同样在这个位置 哦 零零 凉凉 1.8V完全对地短路 看一下其他的几个供电 左上角这个是PEX 也是完全短路了 这两个供电短路基本上可以判断是核心化了 显存倒是没短 显存的阻值倒是好好的 唯独是这两个1.8V与PEX供电都是彻底短路 给1.8V接上一个烧鸡线 烧鸡的话也是核心晶体发热 这个也不用多拆 1.8V短路基本上都是核心问题 当然也有例外 运机好的话可能是供电芯片短路 但是像这种核心烧鸡发热的话 基本上都是它了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了 都是高端卡方车急紧 录这期视频 等了有一个多礼拜才凑齐 都是悲催的狗鸡事故 是吧 有水冷 有毒卡 最后两个就属于是手气不好点背了 所以各位小伙伴玩卡的时候可以得悠着点 这几个卡要想修的话 也得很高的成本喽 基本上也是不会修的 可能最后的结果就跟第二张显卡一样了 等一个有缘了 大家怎么看待这期的方车视频 小伙伴有类似经历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 看看最奇葩的坏法是哪一个 我可以在评论区的坏法车视频